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1月8號 晚上11點 這兩天就是周末都是在這個內湖的ETT 那邊可以讓小朋友玩 然後還有那個壽司可以吃 小朋友最近覺得那個轉蛋很好玩 所以說連兩天吃 吃的有點膩 好 那來閒聊一下 就是我之前在用這個小米9錄這個 直播手機的時候 然後在打那個先鋒服的時候 因為有用那個光環助手 然後每次玩完之後 就會變很頓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手機要換好一點 那我最近查了一下 我覺得realme的X50 Pro不錯 然後原本是想買 可是我覺得 我習慣我還是要看一下實機喔 所以說這個朋友跟我講說三創二樓有 那我就跑去三創二樓 結果說專櫃還沒開喔 然後我要跑到這個威秀去 威秀那邊就有那個 怎麼講實體機可以看 一個小小的一個櫃位 那看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 就是手機的樣式 怎麼講 他的效能是有高一些 但是覺得就是為了高那麼一些些 然後花一萬六 我覺得想冷一冷 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的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跟我的小米9差不多 就沒有到就是感覺上就是好像 哇 提升一個檔次的感覺 而且我的小米9也沒有壞掉 所以今天在經過的天人交戰之後 我還是把這個購買的衝動忍下來了 好 那閒聊完了 就是說最近都在錄這個團隊的東西 然後 之前有一個東西想要錄一直忘記錄 我就是這個畫面中的冰魔 冰魔的這個專武啊 我已經上30了 專武30是所有敵人受到的這個大部分的這個負面效果 持續時間會增加60% 60%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蝴蝶 蝴蝶齁 蝴蝶的這個大招睡覺後是睡 是睡5秒鐘 那5秒鐘的60%就是3 也就是說蝴蝶加冰魔的這個組合 可以讓人家睡到8秒鐘 那所以說除了這個蝴蝶配冰魔之外 還有這個新的這個角色那個琵琶 如果說琵琶 蝴蝶 因為琵琶會去模仿在場上 他模仿了三隻角色的 那個特性嘛 那你如果說琵琶跟蝴蝶一起上場的話 琵琶也會睡 那這樣子的話琵琶跟蝴蝶加上冰魔磚30的話就是可以睡8秒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因為這個冰魔我是很後面 我是很後面才 才把他升到神話 然後上磚30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這個後來我也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不知道什麼今天會熊熊想起來說啊這個我要測試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冰魔加蝴蝶是不是真的可以睡8秒 然後我們就直接戰鬥開始 好我們大概在1分28秒的時候 蝴蝶開大 那如果說睡8秒的話對方應該是在1分20秒左右醒來 真的睡很久 差不多1分20秒對不對 所以說沒有錯就是蝴蝶加上冰魔的時候真的是可以睡那麼久 1分28秒開大 睡23秒了過5秒鐘了還在睡 很明顯8秒鐘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測什麼呢 我們要測說如果說這個 如果說 那個冰魔死掉的話 那個負面效果的60%是不是還會存在喔 那怎麼測呢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冰魔死掉之後蝴蝶再開大就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冰魔應該一開始就 OK就掛掉 1分27秒開大 那如果說是8秒鐘的話大概在1分19秒的時候 會解除 還是有還是有有沒有 冰魔死掉對不對 好冰魔死去那我晚一點好了 1分 1分22秒 1分22秒 所以如果說是5秒鐘的話1分17秒左右就要醒了 還沒醒喔還沒醒喔 OK 所以說就算是冰魔死掉之後這個負面效果持續 這個60%的這個狀況還是會在 那我們把冰魔取消掉我們看看是不是就是只有5秒 1分28秒開大 所以說會在1分23秒左右大家醒來 行 就這個樣子 OK 所以冰魔算是真的蠻有用的 他死掉之後還是可以還是可以發揮他的效用喔 冰魔開場就死去 OK開大1分27秒 所以他至少可以睡到1分19秒 睡 睡 睡 好 所以冰魔真的是真的是蠻有用的齁 死掉之後還可以還可以持續 尤其是配蝴蝶 那這個其實之前一直想撤但是冰魔 在我的這個 鑽30的 的那個順序裡面我是把他排在很後面 那只是說已經推到了34張然後 反正冰魔也是慢慢慢慢有在存嘛 也上神話所以說就就把他升上去 但是冰魔上這個專30呢 我還是會覺得把這個優先順序放到後面一些喔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 他對整個推圖來講不是 不是說這麼重要了 而且我後來發現我其實沒有 沒有很常上他 因為他真的很容易死 但是他跟蝴蝶這個搭配的我覺得還是蠻有用的這樣子 只是說後面的敵人實在是 只是那個攻擊力跟速度實在是太強了 開場就是秒來秒去 所以變成說冰魔常常就是 莫名其妙就直接被秒掉 但是我覺得冰魔配這個 亞瑟光光隊還是蠻不錯的 因為這個 亞瑟光光隊其實配上冰魔 冰魔如果說開大之後他可以把一些 麻煩的角色把他冰起來 像是女僕啊 還有一些 像梭莉絲啊這樣的角色 把後面控住之後呢 光光再掃一掃就可以把對面掃掉 好那總而言之呢就是這個冰魔的這個負面效果 增加 增加60%時間這個 在冰魔死掉之後依舊是可以生效的 就跟這個克愛索斯 克愛索斯的這個吸血特性一樣 克愛索斯死掉之後吸血特性依舊存在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